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无法接受神的律法和诫命 他们口称自己信神 却被离他的道 甚至公开支持与神的教导相悖的行为 我实在无法理解 这些自称基督徒却支持LGBTQ的人 他们似乎并不明白 圣经教导不义的人无法进入神的国 他们抵挡神的话语 却还要冠以基督徒的名号 真是荒唐至极 若我们真正相信神的存在 就必然知道他是公义的神 必会审判所有悖逆不敬虔的行为 圣经中明 却谴责同性恋 淫乱 偷盗等种种邪恶的行为 那些自称基督徒却不畏惧神的审判 是否真的了解审判将从神的家开始 宣称自己相信 神却不遵守他的律法 甚至支持违背他道的人 若自称是基督徒 怨神的管教加倍地临到他们 使他们深刻认识神的公义与威严 我的神是公义且恨恶罪恶的神 也是一位慈爱的神 那么他们所信的神呢 是公义的神 还是像他们一样充满虚伪与不义 若是如此 我们与他们信的神病不是同一位神 圣经记载 在大洪水时代 神因世人充满罪恶和强暴 忧心于世人败坏的行为 决定降下洪水毁灭所有不义的世代 唯有挪亚因公义蒙神的恩典得以生还 神同样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 这些成因男男同性恋等邪恶行为 而遭受硫磺与火的灭绝 那些不敬钱的人 若执意走向淫乱与败坏的道路 神的审判必会降临 创世纪六章五杠八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耶和华说 我要将所创造的人和走兽都从地上除灭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创世纪七章十七杠二十三 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 普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 所有的人都死了 只有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存活 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杠二十六 耶和华将硫磺与火 从天上乡于索多玛和俄摩拉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 并城里所有的居民都毁灭了 哥林多前书六章九杠十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 败偶像的 奸淫的 女性化的男子 亲男色侮辱自己的男子 偷窃的 贪婪的 醉酒的 辱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神的国尽了 应当悔改 信福音信耶稣 愿神的国度和福音 早日遍及全地 愿所有不敬前之人 悔改归向神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